欢迎来到龙妈小厨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道快手菜 就是用空气炸锅来做乳香烤排骨 这道菜好吃又健康 而且做起来还很简单呢 我们需要四到五条排骨 首先在骨与骨之间用刀来画几下 这样能让排骨更入味 也更容易熟 先把盐撒在排骨上面 两边抹一下 食盐有沙冰的作用 也可以去腥 等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帮它洗得澡了 然后用清水纸帮它擦身 这是腌制所需的调料 这次做的是乳香口味 所以最重要的调料是红腐乳 红腐乳除了口味独重 也能让排骨的颜色更漂亮 倒入所有调料后 拌匀 两边翻一下 帮排骨按摩按摩 按摩一次呢还不够 那就再按几下吧 可别偷懒 最后呢我们要把排骨反着放 骨头朝上 肉朝下 这样能让肉更入味 静置腌制六小时以上 我们先来预热吧 我用的是170度 5分钟 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腌好的排骨上涂上一层油 这个能让肉在被烤的过程中保持嫩滑 分享一个小技巧 往空气找锅里放一点水 也能让排骨没那么干 现在可以把排骨放进去了 我比较喜欢让骨头朝上 调370度 烤15分钟左右 现在拿出来 翻个身 再次放进空气着锅里 这次把温度调高一点到400度 烤13分钟左右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你看 烤出来的排骨浓香可口 颜色鲜艳 让人蝉咸欲滴 记住了 小技巧就是给排骨涂一层油 和在空气炸锅里加点水 这样能让排骨保留其肉质 你看看它现在的样子 外调坚强 内心湿润 是不是很想吃一口 如果你也喜欢这份乳香烤排骨 就给我来一个点赞和关注吧 我是龙妈 我们下期再见了